这个经济 真的是融入到我的血液里了 就是好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因为我是世家 就是从奶奶的爷爷开始 他就是拿金糊的 然后奶奶是解放前拜的巡卫生大师 是亲传弟子 我的爷爷是一个五生演员 然后我的妈妈是佟芷琳大师的亲传弟子 我的父亲是一个小生演员 所以从小也没考虑过说要从事别的行业 就觉得我就应该干这个 也召集过肯定召集就觉得 跟我同时段毕业的这些同学们都已经在舞台上唱主演了 我还是在演一些配演 但是呢我是一个特别会跟自己和解的人 我会自己劝自己 我说不要着急 你只要努力 终究有一天机会会来的 我这次搬转场 主要就是对我这二十几年从业的一个总结 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还有就是作为母亲 我有两个宝宝 我想给她们做一个榜样 让她们看到 我的妈妈还是这么努力 那我也要更加地去努力去学习 我专场的海报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 上面的那个红娘 还有倩颖寻梦 都是我的大女儿 王木子 她给我写的 家长世 兵藏在 期盼之乡 不不不都乃 没不不怕 放在那人心 捆身小孩 帮帮 抱歉 说 叫我别门 日马 山野过 时乱风流起 我天朝 天气 我要 尽不了他 还有一个原因 在这个时候搬转场是 我学的第一出戏 就是跟奶奶学的红娘 然后我就是 一直有一个心愿 说是想让他在长安看到我演这个红娘 但是也是我自己这个性格的原因 对 然后什么事情喜后往后煞 然后这个专场才推出到现在 然后奶奶没有机会能看上 所以我就想 就是无论如何 和我这个人生的第一场专场的第一出戏 必须是红娘 对 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心愿吧 他对 是红娘 就不愿意 是红娘 在这儿 你都不愿意 是红娘 哎 群伦 群伦 你爸 呀 来 都 聊不应 那些 这些满开 夜 夜 夜 火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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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下 都出了下 我红娘这首戏呢是跟烟台市进军院的那王晓燕老师学习的 她是无苏秋老师的清传弟子 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这个无苏秋老师版本的红娘 觉得哇就是跟我心目中的那个红娘就完全是就吻合到一起了 她不仅仅是天真可爱 其实她是有一个她是有大智慧的一个女性 那周氏呢就是一个在生归中的一个年轻的寡妇 所以是一个很内心很忧郁的一个人 所以两个人性格反强非常大 然后呢我又是总是又是踩锹 所以就是想这样更立体的把自己呈现给观众 让他们看到更多可能性的我 我的先生啊 他就是做音乐的 然后正好是有这么一个契机 我就在家哼哼这个卖水 他说这段怎么这么好听 然后我说哎 你能不能把这个京剧跟说唱结合一下 然后产生了一首这样的歌 然后就是没想到这个反响非常好 只要是他在国外的youtube这个和网上的点击率非常多 所以我我也就是希望就是在尊重这个咱们这个传统这个基础上 可以多多跨界 让更多的这个圈外的人去了解他 然后从而呢喜欢上他 今年36岁本命年 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一切刚刚好 在那个年龄段二十几岁的时候 没有说在事业上怎么样 但是我也不后悔 我做了那个年纪 我给应该做的事情 我谈恋爱了 然后结婚 并且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宝宝 经过这个生活的积累和对这个 也是我的这个人生中 我也转换了很多角色 所以再去诠释人物的时候 我觉得会呈现出来的更立体 我觉得我这个时间段半专场刚刚好 你做了什么事 请嚨位置